我收到我学生最常问我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要如何简化我的水彩画 所以今天我要和你分享一个最重要的简化方法 连接 Hello,我是水彩咖啡厅的Eric 如果你有在关注我的频道和作品的话 你应该看得出来我画的水彩是比较写意的 不是因为我不喜欢写实的画风 而是因为我做不到 我的耐心和专注力不够没有办法画这种的 那写意水彩的关键在于简化 那么简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连接型 当然这不是一个新的概念 我其实也提过很多次了 然而这个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很难 连接形状需要你理解明暗 找到类似明暗的形结合在一起 让你的图从分开很多的小形 转化为少数几个大的形 那尽管我知道这个概念 而且也在我的频道分享了几次 最近我才了解到为什么 这个简化的动作对一些人包括我自己都有点困难 因为连接型 简化型需要勇气和信任 好了这个听起来很深奥 但是其实是一个非常直观的 那么为什么需要勇气呢 因为简化你看到的东西其实是违背我们人的本能 我们人的自然倾向就是识别我们所看到的一切的东西 我们想要清楚的看到一切 光是我们现在有了8K分辨率的电视就证明了这一点 像素这么多应该用显微镜才看得到颗粒吧 而且看清楚周围的事物对于日常的安全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你像我一样有近视 叫你摘一下眼镜四处走动 你应该会觉得非常没有安全感 等一下读稿器看不到了 而且如果你看不清楚又不戴眼镜 是不能合法开车的 所以我们的本能就是要看清楚 简化和连接就是要强迫自己 画出一幅没有这么清楚的画 所以说真的 如果简化对你来说有点棘手 不要感到沮丧和失望 这个本来就是在挑战你的本能 需要一些训练才能强迫自己这样子做的 所以简化除了需要勇气挑战自己的本能 你还需要信任才能保持简化 我们或许一开始可以画得很简单 但是到画细节的时候 就很没有安全感的一直丢细节上去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思考一下 我们是否信任我们的观众 能够了解我们的话要表达什么 基本上我们是将一个场景 处理成一幅简化过的图 那观众看到我们的话的时候 他们会自己思考处理看到的画面 来了解画的内容 这个就是视觉沟通 作为艺术家 我们需要相信我们的观众能够理解我们的画作 其实我认为大部分的人都非常的有能力 可以理解我们画的作品 毕竟分析并且定义看到的东西就是人的本能 有点风水轮流转的感觉 好了 那么现在我要和你分享这幅画的过程 这是我几年前在温哥华市中心拍摄的一张照片 我很喜欢这个景 它让我想起和家人一起度过的一个美好的夏天 我保留了这张照片因为我知道我会想要画这个景 但是这个场景中一排的树 那个时候把我劝退了 直到最近我决定尝试一下 那在画的过程中我一直提醒自己要简化 要连结要有勇气并且相信观众 好了不多说了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过程吧 好我们一开始还是来看一个简单的明暗练习 因为要把一个复杂的景简化并且连接里面的形 最简单的处理方式还是用明暗练习 拿掉了色彩这个元素 我们就可以只专注在它的明暗上面 当然在简化的过程当中 我们还是需要经过一些的思考 因为之前讲过了 我们看到一个画面的时候 会自然而然的试着 把里面的每一个东西都给辨识出来 但是我们在画明暗练习的时候 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 把类似明暗值的形状给连结在一起 那我们这里就大概分三个不同的明暗值 亮部 中间调 还有暗部 那我们先不去想分开的物体是什么 只要它们的明暗值是类似的 我们就尽量把它们连结在一起 所以在明暗练习来讲 亮部就是白纸的部分 那就不需要画 那我现在在画的部分是中间调 那中间调里面通常会包括暗部 那暗部可以先不用画 先把中间调的地方尽量画出来 尽量的连结在一起 所以我从树木开始 还有树木所打出来的阴影 这些都连结在一起 包括现在车子后面的暗部 还有地上的一些阴影 左边前景的树 都给画出来 都尽量连结在一起 那明暗练习我通常会用比较小一点的纸 比较便宜一点的纸 因为这只算是一个草稿 一个练习 所以并不需要把它当成是一个完整的画 那它的线稿通常也是比较潦草一点 所以你现在看到中间调 其实已经连结了大部分的形 有车子 有巴士 有树 还有阴影 那有时候我在连结这些形的时候 我甚至没有特别去在乎说 我现在在画的是什么 我就把它们当成不同的形状来画 但很多的时候 你看到一些东西可能是模拟两可的状态 它有可能是亮部 也有可能是中间调 那有的时候可能是中间调 有的时候可能是暗部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自己做决定 就像是背景的建筑 我把它用成是中间调 因为天空亮的很多 所以我让背景的建筑稍微暗一点点 这样有个区分 那我现在开始在画暗部 那在画暗部的时候 我就可以开始提示一些细节 让这个画里面的一些地方 变湿度变高一点 因为加上了暗部之后 很多东西的造型就开始出来了 人物的造型 车子底下轮胎 还有下面的阴影处 树比较暗的树叶 还有建筑的一些细节等等 这些都会因为增加了一些暗部 还有细节 让它们成为辨识度比较高的形状 所以一开始画出中间调 把形都连接在一起的时候 或许看不太出来 到底是在画什么 但是当我们加上暗部的时候 其实很多东西就变得非常的明显了 但是你仔细看看 其实加上暗部 也并不是加了很多的细节 只是把一些东西交代的 稍微清楚一点而已 然而光是加上这些东西 你就可以开始看出来 有人物 有车子 有树 等等 那看不出来的地方 或许也就没这么的重要 或许像是背景的一些车 或是背景的一些东西 所以在简化 在画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或许就要信任 我们的观众 看得出来我们在画的东西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 我们画最后彩色版本的过程 那当然一开始 还是会画一个线稿 那这个线稿 会稍微画得仔细一点 毕竟我们是要画成品嘛 那因为这又是一个街景 所以有一些基本的透视 还是必要的 但我并不是什么工业设计大师 所以整体的透视 只要有可信度就可以了 但是说真的 其实在画线稿的时候 我们也只是把一些 比较重点的地方画出来而已 如果你画线稿变成 不管是不是重点的地方 你都画进去的话 到最后很容易就变成 你一直在磨细节 所以在画线稿的时候 有些地方也是点到为止就好了 所以你就发现 我的竖其实几乎没有画什么线稿 就是大概的轮廓勾画出来而已 这里稍微清理一下铅笔的线条 然后就可以开始第一层的渲染 那第一层的渲染 就是光的颜色 所以我们先把亮布的颜色给画进去 那虽然我们在画明暗练习的时候 亮布是没有画的 是留白的 但是现实生活里的亮布 其实是有不同颜色的 除非是最亮最亮的地方 比如说像是太阳 多少都还是会有一些的颜色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用时钟时的方式 把亮布的颜色给画进去 所以天空的一点点的蓝色 还有树被阳光照亮的绿色 黄绿色都给先画进去 那这边说个抱歉 我在画的时候 那个右边的镜头 它的曝光率没有锁定好 所以调色盘看起来有点太亮了 那我们继续把渲染往下画 把路人皮肤的颜色的亮布也画进去 还有其他车子的一些颜色也画进去 那这个时候因为都是时钟湿 所以颜色会慢慢的晕开来 和别的颜色混在一起 那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因为这个是第一层的渲染 我们之后画中间掉的时候 可以很容易的很轻松的 把它们的形给分开来 所以其实我们在第一层渲染的时候 就开始在试着思考连接形的问题 那现在开始画第二层的渲染 从背景的建筑开始 那一开始我避开树没有画 因为我现在只是在画背景的建筑的地方 但是很快的我就开始把树的颜色也画进去 那我就也很不避讳的 把它们的边都给连接在一起 那如果你眼睛小一眯起来看的话 其实它们的明暗度是差不多的 只是颜色的关系 让它们看起来有一些的区隔 而这些颜色上的区隔 其实就可以让观众开始辨识出 我们在画的东西是什么 所以我在画的时候 虽然有非常多的细节 不管是树叶还是建筑 还是各种其他的东西 但是因为刚刚画过了明暗练习 所以我知道哪些形 其实都是连接在一起的 不要被它们的颜色 或是个别独立的物体给左右 好好照着我们刚刚画的明暗练习 以它来当作我们作画的蓝图 当然就像我一开始所讲的 要这样子的简化 其实是违背我们的本性的 所以在画的时候 要不断地提醒自己 简化 连结 相信我们的观众 那如果你真的想要画的比较复杂一点 想要画的丰富一点 就在颜色上面来做处理 所以你在看我渲染一大片形状的时候 会看到我用不同的颜色来做处理 这样画面看起来就会更丰富 但是又不会太过的复杂 那我在画明暗练习的时候 我用三个基本的明暗度 那但是我在画彩色版本的时候 我觉得背景 房子的颜色 还是比这些树稍微再亮一些 所以我就分成了四个不同的明暗度 那现在比较是接近中间调的部分 所以刚刚画了一层 不过那还是比较偏亮的一个明暗度 所以现在开始在画中间调的时候 我就开始比较刻意地 把一些形给连接在一起 树连接到车子的部分 车子连接到车子的阴影 也连接到旁边的两个路人 然后这个形又再连接到 树打在建筑物上面的阴影 那这些建筑里面 其实有很多的细节 有窗户 有雨棚 窗户还有环境的反射 但是这些东西真的都需要画出来吗 至少对我来讲没有必要 所以其实我就画一些颜色进去 把它们的形连接在一起 这张的重点对我来说 是充满阳光的 温哥华市中心的街道 所以很多的细节并不是重点 好 现在开始把树的形也给画进去 那你应该也发现 我把树的形还有树打在建筑物上的阴影 这些形都给连接在一起 哪里开始是树 哪里开始是阴影 其实看不太出来 但是其实也没有必要看出来 只要观众看得出来 阳光打在树上 树打出了一些阴影 在旁边的建筑上面 我就已经成功地传达我想要分享的景色了 只要我能够带给观众 我想要带给他们的体验 其实我认为就是成功了 所以树的形连接到背景 背景连接到后面的巴士 巴士打出来的阴影 又连接回去右边的建筑 然后这边我们就回到左边 把左边的两台车给画进去 左边的车连接到底下 树打下来的阴影 左边有很大的树 它们打下来很大片的阴影 然后这边就连接到 左边前景的树 那至此我们看起来复杂 但是其实都连接在一起的中间调 这个主要的形就画完了 那这边我只是把建筑上面的 那一个时钟稍微给画进去 那这个也只是让建筑上面 有一点点的细节 所以如果熟悉那个地方的人 看到这个钟 或许就可以认出来 就算是个小彩蛋吧 但是增加这样一点点的细节 就可以很简单的 把一些细腻的感觉 给表现出来 这张照片其实应该五六年了 那非常开心可以画到这一张 那也能够算是满意的 把这个景给诠释出来 其实我在画之前 我用Google Map稍微看了一下 这个景现在的样子 因为Google Map 它可能固定几年 都会重新照一张 那我看到这两年的照片的时候 我发现这一排的树 都被换成小的树 可能之前的树长得太大了 所以现在如果再重游就地 或许看起来会完全的不一样 其实我认为在画 自己拍的之前的景色的时候 总会有一种穿越时空 重新再体验 当时的光景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能够画 记忆中美好的地方 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 这个就有点像是 你在听过去的一些音乐 不管是你听的歌 或者是像我有的时候 会听一些过去 以前玩的游戏的音乐 都会让我回到过去的感觉 会有那种怀念 有一点点的忧伤 但是又不失甜蜜的感觉 好 所以我现在就开始在画暗部了 那画暗部也表示 我在画细节的地方 树枝树干 我就稍微放慢速度 把它们小心地给勾画出来 那这个阶段 我们就要多提醒自己 不要画得太多 稍微退后两步看 稍微把自己放在观众的角度来看 这些细节是不是已经够了 还是需要再多画一点 让这个稍微看起来更加的有完成度 因为其实说真的 就算不画暗部 或许你大概也看得出来 我在画的内容是什么了 但是如果没有画暗部 这个画感觉好像没有完成 就像是你好像在听一首音乐 没有任何的低音一样 如果要让节奏感稍微更强烈一点 需要加一些的低音 所以在画画的时候 加一些暗部有类似的效果 所以随便把轮胎的暗部 还有车子底下 底盘的暗部给画进去 然后房子这边 稍微给他一点点的暗部 增加一些的细节 然后这边人物的地方 他穿黑色的衣服 蓝色的牛仔裤 还有他旁边的人 也是穿黑色的衣服 然后蓝色的裤子 那但是这个暗部的地方 其实也是可以和背景连接在一起的 我们不需要让它完全的独立出来 所以在这个阶段 其实还是有连接的 至少暗部的一些型可以连接在一起 还是是让它连接在一起 所以右边的部分画了一些暗部 其实看起来更加的有立体感 光看起来更加的亮 然后这边左边也把一些暗部给画进去 那通常暗部是会在中间调的型里面的 所以在画中间调的时候 如果你知道之后会画暗部上去 其实就不需要太担心 有一些颜色会混在一起 有一些边没有画得清楚 这些很多东西之后都是可以再调整的 好 这边我就开始画 左边竖的暗部 那这边很大一块的暗部 所以我需要多调一些颜色出来 那用稍微大一点的笔 大笔大笔的就把它画过去 好 这一张画就完成了 希望你喜欢这一次的示范 还有这一次的作品 我对这幅画的结果感到很满意 那希望这次的视频对你有帮助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记得给一个赞 关注我的频道哦 我是水彩咖啡厅的Eric 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次再见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